哈喽姐妹我今天本来打算录一个全妆化视频的 但是时间实在来不及了 因为我马上要赶高铁了 我今天要去南京 这次回南京主要目的就是把我的短发 卸成长发 你们不是都非常好奇 为什么就是博主啊 他们头发一会长一会短嘛 没错因为我们都是接的 这次去南京我估计要待上两天的时间 所以说我要收拾一下去南京要用的东西 定妆散粉 粉底也我就带一瓶 化妆品收拾完了 这发妆包真的太方便了 上面我要带一下我的首饰和要穿的衣服 给你们看一下我饰品的小抽屉 其实我买了挺多饰品的 但是来来回回喜欢带的就那么一两个 就让我脖子上这个项链 我已经连续带它一整周了 就特别喜欢就没有换过 当时我买这个项链的时候 第一眼我就爱上了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明星同款 是一个蔷薇粉的颜色 我的老粉都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粉色 这个蔷薇粉就属于那种刚刚好的 不是特别艳 但是呢又很有存在感 今年夏天 小仙女人的必备单瓶就是一个 蔷薇粉的小项链 还有一点就是它戴上去真的非常非常显白 我现在是一个没有化全装的状态 但是都很好看 化完全装真的是嘎嘎乱伤 这种很日常的项链 就是日常上班啊上学啊 或者说送闺蜜啊送女友啊 都是可以的 但我是买来送给自己的 哦对了我当时买的时候 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一个耳环 当当就是这个 哇真的好好看啊 粉粉的 而且它还割小钻石 我觉得这个单带应该也蛮好看的 跟下面一起戴的话 整体也会非常的和谐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耳环 长这样是不是很独特 你以为是这个样子戴的吗 不 我给你看一下啊 其实它是像这个样子戴的 跟上面的耳骨戴到一起 你看它这边是一个蝴蝶结 它两边是不一样的 就非常的有设计感 发现没 其实耳骨这边戴耳朵还挺好看的 但就是我不敢打这里 感觉很痛 但是我们就可以买这种 假装也在这边有 配戴也很方便 我们只需要像这样 轻轻的一夹就好了 它这边的蝴蝶结 我也很喜欢 上面镶满了这种小小的钻 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像这种金属一点的耳环 就显得整个人非常的酷 而且这种耳环 就会给人一种很精灵耳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这个蓝色的挂耳染 配上它好像更好看一点 好了 这个我打算也戴着了 这次就戴两款耳环了 还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再去找一下我要穿的鞋子 给我们展示一下 最近新买的鞋子 这双鞋我给你们说 爱人福音 我当时买这双鞋的时候 给我的感受就是特别酷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设计 是不是好酷 而且你看它后跟这边还嵌入了一个 方唐的小银标 它是用挖空TPU材质 代替的那种普通的鞋带 就整个又酷又时尚 重点是6.5厘米分高 上脚之后更好看 你看现在整个人的脚型贼拉甜裤 可以给它露出来穿 也可以穿那种大脚裤 然后露出一个小尖尖去穿 穿上去之后秒变大长腿 或者夏天的时候穿个小短裙 露腿穿也好好看 好先退场 差点还有一个东西忘了 现在出差必带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头发不是经常会很炸吗 短发的女生应该都有相同的感受 然后你就不用再洗头了 那它先这样梳一梳 梳完之后 这个头发就非常的顺 把它也装到我的化妆包里 我的妈也带了好多东西 我原本这个是不是很可爱 我最近被它疯狂种草 你以为是吃的吗 不是 它是一个粉扑套盒 好多种里面 颜值非常非常高 每个学生党姐妹们 一定要拥有一盒这个粉扑 为什么 因为太好用 而且太便宜了 你们知道吗 方形的 拇指型的 然后圆形的 这种花形的 全部都有 还有最基础的 这种水滴性的 好多 我一个都能用很久 用这种粉扑跟大家说一下 你买来用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这样干着去用 听我的 一定要把它打湿 看它打湿之后 一下子会变得巨大 巨膨 特别软弱 还有这个 你记住它现在这个大小 这么大 打湿之后 直接变成这么大 而且它是这种 软嘟嘟的材质 这样它上脸 就会非常的舒服服贴 随便挤一点粉底液 在脸上 就像这样完全不需要手法 这上脸真的好舒服 好附贴 而且它这一套里面 还有这种小小的 拇指粉扑 就你可以用来去 上这种眼下 上遮瑕 或者举步的去涂这种 痘痘啥的 很方便 这个涂遮瑕 一整盒 才十来块钱 记住 波小妞 好了 收拾完毕 我是南京街头发咯 下一期我就是一个 长发小妞 拜拜